晚上好 小七 晚上好 晚上好 到家了嗎 你們都到家了嗎 哇 隔壁在幹什麼 好吵 晚上好 七夕 晚上好 靈姐 你不是說睡覺去了嗎 到家了 那就行 你隔壁是誰 不知道 上次我還聽就是凌晨 凌晨三點多的時候聽到隔壁有人在那練rap 有點被嚇到 晚上好 小雄老師 你是CC的朋友 他最近生病替他下禮物 晚上好 CC和CC的朋友 晚上好 你已經宣傳了一小部分 宣傳什麼東西一小部分 晚上好 炎炎 你頭疼睡不著 那怎麼辦 請問王哈哈今天能來現場嗎 就是說能來咱們直播的現場 中心的隔音一如既往的差 就是說太差了 我那天在凌晨三點多 聽到有人在隔壁唱rap 我真的會瘋掉 就是說 晚上好 黑黑茶 晚上好 晚上好 蘇蘇 晚上好 小姜呢 想看你的直播睡不著覺 行吧 我以為你真的睡覺去了 晚上好 唉唉唉 晚上好 嗯 你去喊他 真甜呀 就是說 咱們蘇蘇已經去喊小姜了 那499請問你去喊王哈哈嗎 所以在中心處得戴爾塞 確實就是晚上吵就算了 早上也經常就是被吵醒 今天你還能看見我嗎 我看見你了呀 我平常沒有看見你嗎 小姜晚上好 看到你進來 她的藥有副作用 頭疼難受已經睡了 嗯 你們交流的非常好 就是說你們很可愛 今天的MC你很可愛 嗯 嗯 謝謝唉唉唉 嗯 確實還想 嗯 不知道什麼東西 嗯 昨晚就沒有 昨晚你發什麼東西了 我沒有說你可愛 喔不是 我沒有說你 晚上好小姜 你晚上好 你春到了 你春了吃了什麼東西 你有室友嗎 我沒有室友 我的室友是光頭牆 雙馬尾挺好的 我也覺得愛心 呃 單身貴雄 確實 笑死 小路在旁邊學你下班 我下班怎麼了 我下班不就是正常的一些個走路嗎 我明明今天上下班都很正常 你們非得說我哈哈 我不是很懂 這個髮型顯年輕 我本來就很年輕 讓你看一下我的室友 看吧 我的室友就是光嘟嘟的牆 嗯 你熬夜撐到這裡了 這裡是一個里程牌 里程碑 我以為你說你 你吃了很多東西撐住了 嚇死我 晚上好荒唐 你今天上了一天的課 都沒時間去看你 那你就待會就是 嗯 空了就來看一看 今天的公演 今天你跟咱們酥酥是怎麼過的 你上班跟漢堡 你們才跟漢堡一樣 我哪裡跟漢堡一樣 謝謝老壞人 謝謝熊子役 都覺得壞的老壞人 送的一個巧克力 祝你不甜也不蜜 晚上不吃東西有粉絲休養 就是說今天一天沒吃 然後剛剛在樓底下打了一些菜 就是他們說 待會可能要出去吃飯 可以跟他們一起去吃飯 謝謝小江 兔兔小江送的21個大傘 祝你今天晚上 就被我小酥酥繼續閃21下 今天給你錄了M3HAT 上班哈哈好好玩 我哪裡吵吵了 我只是 嗯 其實我不含 只是你們覺得我含 但是其實我內心非常的苦 你的室友不是四面牆嗎 我的室友是光頭牆呀 你不殺我了嗎 嗯 自從你已經有了CV之後 我就不能殺你了 只能說讓咱們的蘇蘇來殺你 就是說你和小江畫了個琴頭過的 咳 今天你們畫了個琴頭 另外 聽到你喊媽媽之後還愣住了 我沒有愣住啊 我知道她是你的媽媽 然後我只是轉過頭再去看一眼你們的媽媽而已 看起來好小 你來了 你覺得我多大 晚上你去抱著馬桶睡了 嗯 是不是又喝了很多酒 不是說王哈哈已經不讓你喝酒了 待會下波了他們可能會去吃東西 就是說一些個大期待 不知道要是真吃假吃 小江你跟蘇蘇看起來就是說 是在跟499跟娃哈哈battle嗎 請問你們你們兩對 是在battle嗎 一整個大班配你們倆就是 你們兩個你們兩個就是 你跟蘇蘇是不是說 就是興趣很投啊 很投緣是嗎 聚會他們說不喝酒就是不給他們面子 請問王哈哈讓你喝酒嗎請問 他不是不讓你喝 其實你是想睡覺的 可是 可是你這裡很少他們在放泡 謝謝Loki送的一個玫瑰花 祝你明天沒錢花 建議搞個最佳拍檔 你們這群單身狗投票 嗯 確實可以搞個最佳拍檔 然後讓你們這群單身狗 昨天最慘的單身狗 冰棍 不知道他今天會不會來就是說 你們那邊在放泡 你們那邊可以放泡的嗎 你們相見恨我啊 我已經感覺到就是說 你們一些個相見恨我 就是說你們如果早一點來 但是說 嗯 他昨天不是給你點了手 終於等到你了 等到就行 就是說你零三的 我不是零三的 你再猜一猜 好啦 細甜 細乾淨啦 你去睡覺了 早到吃什麼東西 意思是 你要先白白先去睡覺 冰箱已經清空 給大家發過照片去了 而你最好是冰箱已經清空了 我哈哈是不是真的已經睡著了 就是說 剛剛好遇見的不早不晚 就是 遇見的不早不晚 你們剛剛好很甜蜜 祝你們就是能夠陪我八年 這麼甜蜜下去 零零的 零零的 這回你猜對了 我就是零零眼的 看起來不像嘛 我是你們的姐姐 你剛剛在說什麼 你剛剛發的那個是什麼意思呀 好啦 細乾淨啦 我去睡覺了 早抖 早抖 早抖是什麼 嗯 可以啊 只要有錢買泡 只要有錢買泡 今晚已經第三晚 嗯 我們現在這裡 好像都不可以放泡了 就是說一些個對環境的污染 看起來像三歲的 嗯 那你們 那咱們的蘇蘇跟咱們的小姜 就是看起來像一歲的 也是我的妹妹 真的她去洗澡時 差點摔倒了 真是 是真的頭疼了 阿哲 就是說一對比一對甜 我還能說什麼呢 東北可以放泡 東北可以放泡 其實我們之前過年的時候 也會就是偷偷跑到一個小街道裡面去放泡 蘇蘇你們那裡可以放泡嗎 我們都是偷偷地跑到一個小街道然後去放泡 這個眼影會不會有點重 還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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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哇 邊洗澡邊視頻嗎 啊這 不是吧 可以 我們都是得偷偷放不然就不可以 就是說有人讓你過來課CP 課哪對CP請問 一說又想回去了 我也想回去了 我可能最近一次回去 下次回去可能就是過年了感覺 咕咕咕咕咕 放泡非常的好玩 我也覺得放泡很好玩 我喜歡放那種 就是 小鯨魚你們知道嗎 就是拿起它 往地上一直砸的那個小鯨魚 某個兔頭的 小姜 小姜你的朋友來看你們 唱話你是不是有放那個煙花的照片 我看到你們 我看到你放那個 煙花的照片 你這裡放泡直接抓走 就是我們這邊放泡也可能直接抓走 只要躲起來放就行 馬上要上班了 看不 看不了你準備了 你馬上要上班了 感覺 妍妍最近挺忙的感覺 不是說掛著還發言 摔泡 好像是吧 反正它的名字叫小鯨魚 那個不叫泡 那那個叫什麼 那那個叫什麼 你喝完之後讓他們喝酒 他們說他們喝了頭包 吃了頭包不能喝酒 好像 我之前 有同學 他們 就是說 吃了頭包不能喝酒 就是有一個女的 她吃了頭包還喝了酒 也不知道她後來有沒有就是那什麼 希望她健康 白天睡覺晚上上班 晚上上班 白天睡覺那很幸福我覺得 這個工作 白天可以睡 多睡 你這裡喜歡放 8吋紅泡 紅泡的話應該是過年 放的那種就是一成串的那種 紅泡嗎 你是不是被詐騙了 你被誰詐騙了 你是被娃娃娃詐騙了 詐騙你什麼東西了 是不是有一種泡叫沙泡 沙泡是什麼泡 我不弟弟問你 什麼是沙泡 頭包配酒那就是作死 但是我之前有個同學 他確實就是頭包配酒了 不知道他後來健不健康 就是很久不見了就是說 夜場精靈 爺爺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夜場精靈一樣 東北冬天還可以在大壩上滑 上面滑雪 我一直想去東北 一直沒去城 好想去東北 幸好現在不能放鞭炮 你被炸到過頭 炸到過頭 你的頭好一點了 有沒有受傷啊 你的頭好嚇人啊 我記得我以前放鞭炮的時候 就是把衣服上炸了個洞 過年的衣服第一天就被炸了個洞 晚上好 24歲的袁裏晚上好 頭包配酒越喝越飲 你們怎麼都喜歡喝酒 你就是東北的 我感覺就直播間很多人就都是東北 咱們冰波也是東北 你也想去東北 蘇蘇小江說他想來泰州 小江蘇蘇說他想來東北 你上夜班進場 進場上什麼夜班 你這眼影迷 眼影真的很重嗎 還行吧 我不相信就是我的眼影中 你們就是 剛剛說我眼影中的都是直男 我知道 你們眼影才中 東北好冷 我喜歡就是下學的東北 非常喜歡 他說的是眼睛不是眼影 什麼東西嗎你們 再見啊我覺得我的眼影非常好 你看起來又得抱著馬桶吐一天了 昨天就吐了一宿 你怎麼天天喝九四九九 你這樣不乖 你被遠處鞭炮的碎屑砸了過眼睛 那你眼睛還好嗎 奇修 砸了過眼睛 你沒受傷吧 你們這是雙向奔赴 我早就發現了 我早就發現了 就是說你們一對比一對甜 小江泰州歡迎你 啵啵啵 小江泰州歡迎你 快來玩 舞台上很吃妝 就是 就是我之前眼妝不濃的 但是發現 在舞台上就是黑色 所以我就畫了 蘇蘇東北歡迎你 啵啵啵啵 很甜很甜我知道 十度就可以把你冷死 那你也 太怕冷了吧 黑黑茶 我最喜歡冬天 和秋天 你很乖 你一點都不乖 一點都不乖 上班了 拜拜 拜拜 爺爺 上班快樂 就是說 八萬論文明天晚上 將要人命要人 你寫多少次了 請問你的八萬論文 寫多少次 你很乖 你不乖 你怎麼可能乖呢 你一點都不乖 都說不喝酒了 你還喝 生活有點苦 吃點江蘇糖 就是說今天 嗑你們CP的人都不在 就是說冰棍不在 冰棍大 大光棍不在 所以 所以他們不在的話 就不能體現出你們更甜 寫了八分之一 你們 也還是你們全系寫的最多的 嗯 真的嗎 羽兒我 就是說你不會寫到手指都斷掉吧 你可以就是說發給我 我來幫你寫 我很厲害 吃過了 感覺馬上要得糖尿病了 就是晚上今天不在 所以最甜的是咱們的江蘇CP 那你們走 不要走 江蘇CP 不要走 就是說 留下來 有一次你玩泡完到啤酒瓶都碎了 玩泡完到啤酒瓶都碎了 啊這 啤酒瓶碎的話你有受傷嗎 八萬字到底要表達什麼 為什麼就不能概括一下 對啊八萬字你能表達什麼東西啊 好嚇人啊 有胰島素嗎 嗯 胰島素很多 這裡就是說非常多的胰島素 你們攝影師 宿舍今天晚上燈都亮著幾百人一起趕落 我笑死了 一個晚上一支筆一個人一個奇蹟 臨界好野 我哈哈讚你們也是最甜的捲起來 請問你們覺得是江蘇CP甜還是說 喜之王果凍甜呢 你們覺得 你們現場投個票吧 八萬字可太可怕了 確實 八萬字你是怎麼做到寫八萬字的 我這輩子可能都寫不了八萬字 感到害怕 不要內卷 你們覺得誰更甜 我覺得是 我覺得最甜的是 是老壞人跟原諾 五十張攝影照片 每張照片要寫 該寫攝影 理念拍攝方法 個人思想 那你這寫八萬字的話也差不多 哇 謝謝蘇蘇跟小江一起說 小熊最甜 謝謝你們 有被你們甜到 就是說你們兩個都好甜 謝謝奇修說小熊最甜 但是奇修你都沒有CP 我為你感到難受 蘇蘇請問你的社友 睡覺今天不來了嗎 謝謝小奇 說咱們小熊最甜 我知道了 把紅泡拆了一個一個的 把紅泡點了 然後放在啤酒瓶裡 啤酒瓶呢就 炸掉了嗎 感覺你挺好看的 一定是錯覺 對圓蘇是你的錯覺 你該睡覺了這個點 這個點正常 這個點傻瓜都應該已經睡了吧 你怎麼還在 你應該睡了 沒什麼很難受的你 但是你驕傲 這輩子一定就是說幫咱們 祈修配對成功 肯定是你今天感到 太爛了才會產生這種錯覺 再見 趕路往去吧 這是我的直播間 謝謝你 提報小魚乾想對小鹿跟大熊同時下手 你都不知道磕哪對 小魚乾太浪了 他昨天還想在我的直播間 對冰棍下手 小魚乾怎麼如此的浪 我已經感到害怕了 就是說 太害怕了 但是如果說對小鹿跟大熊下手的話 我比較磕 熊 熊 餅乾 餅 叫什麼呀 魚餅VP 不至於不至於 睡覺 你明天晚上就得 睡覺你明天 睡覺我們明天晚上就得辦理退學 你還能撐 你別撐了 你在我的直播間別撐了 就說你退出我的直播間 寫你作業去吧 再見 原諾 小魚乾海王 確實 小魚乾太海王了 他竟然還想帶走我的冰棍 過分 小魚乾這麼過分 就是說太過分了 謝謝塞娜和小魚仔送了一個S2的螢光棒 差點就讓我以為這個小魚仔是小魚乾 嚇我一大跳 話說小熊看過小兔兔和尼可尼可尼的那個MC嗎 要不要來一段 這是什麼MC啊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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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發到 你可以 發到我的留言板上去 我待會兒可以看一眼 我不急救 這是什麼東西 默默的看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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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默的看會兒可愛的字 再見 你不用看了 再見 你給我出去 這個原諾在 也有直播間可乖了 本來嘛 這個原諾本來就不是一個正常人 所以說可以原諒他 可以原諒他 然後把腳放在酒瓶的瓶口 紅泡爆了 酒瓶酒碎了 那你有沒有受傷了 默姐 不過小江你怎麼知道原諾在一流直播間可乖了 你是什麼時候去的一流直播間呀 請問小江 聽說你打了林佳怡 怎麼了老壞人 你是難受了嗎 我打了林佳怡 我就不告訴你 就不告訴你 小魚乾在陪姐姐回學校 哦 是這樣子 陪姐姐回學校 陪姐姐回學校 是什麼 再見 期末的交通中心 你今天不用來了 就是說 別抱我的cash free 這暴露了 就是 蘇蘇你不會也去了吧 就是說 蘇蘇你也去了嗎 直播間是不是 只有你是正常人了 直播間只有我是正常人 你們都是傻瓜 小江是笨主 這個月你推我 你看你的ID就知道了 我謝謝你 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ID再改掉 就是剛剛那會兒機長的時候 太容易了就是 我不小心給林佳怡的臉上 來了個指甲印 非常抱歉就是 非常的抱歉 這樣很好玩 那你要小心一點哦 你要默默的掏出手機打 教育局的電話投訴學校 你不打電話我看不起你 原諾 你有本事就打 火花你還在嗎 你舉報蘇蘇陪你去的 蘇蘇你什麼意思 我已經不會再開心了 蘇蘇你什麼意思 不是說太中人不騙太中人嗎 不是說 哇你騙我了 改ID要1塊5 那你等 行吧 那就等一個月之後你再換推吧 就是 知道了 好的 一邊直播一邊公演 一邊直播一邊看公演回放 哇 肯定打欺人太勝 那你倒是打呀 你不打我真的看不起你 剛剛把 華哈剛剛把藥全吐了 還是頭暈怎麼辦 嗯 請問直播間有沒有知道就是 就是把藥吐了頭還暈 該怎麼辦 有人知道嗎 你沒騙我 你就找小講 嗯 你最好是沒騙我 那我就相信你吧 蘇蘇 下個月推誰 有沒有推薦的小偶像 嗯 老後來人你知不知道有個小偶像 叫做熊子翼 插隊的 插隊的一倍生 你知道這個人嗎 你一進就再見 為什麼你一進就再見 為什麼你一進就再見 那個小偷偷的MC 在插4月3號的公演MC 3 我來看一眼 是不是得找很久 感覺那個 我看一眼 超長大陸 我看一眼 很早很早之前了吧 MC几呀 请问是MC几 4月3号 4月3号是 N队的公演吗 是N队的公演吗 你直接搜 是N队的吗 X队 我没看到有4月3号 X队的公演 哦 我看到了 一万国度 MC3 看这个干嘛呀 嗯 春意理解了 什么叫做桃花眼 不需要你理解 原罗赶快退出 赶快退出 X队15期出道 看到了 你让我看这个干嘛呀 干嘛呀 那个气球 小江你脏我 小江你脏我 不会理你了 不会再爱了 不可以 苏苏 就算小江脏你 你也不可以说 你不爱他了 你们一定要更爱 就是说 好嫌 伤心了 伤心了 谁让你嫌我呢 原罗 谁让你嫌我 谁让你模仿一些 看一眼 你忘了国度衣服好好看 感觉 我记得不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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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背色好快两倍的 好像是 哇 云姐 你敢听我讲 你敢听我讲 想哭吗 我记得不模仿 我记得不模仿 云姐 云姐 四九九 你去拿木棍比较好 对脑袋砸下去 嗯 好惨 想让你模仿 零姐 你敢不打自己 请你们 不要在我的直播间 吵起来好吗 就是说四九九 跟零姐 请你们不要吵起来 请你们安分一点 我就不模仿 请休 我就不模仿 但咱们以后 MC的时候 也抽到这个 所以我在模仿 我现在就不模仿 我安睡了 咋没 你不会跟四九九吵的 好的 林姐 你最好不要跟四九九吵 四九九只是一个可爱的妹妹而已 而你是一个姐姐 你要让着她 请问一下 咱们江苏CP又是出去逛别的小小小的房间了 没爱了 今天晚上一直都没爱 晚上好 马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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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的朋友也在 你只是喜欢 豆四九九而已 我发现 现在 林姐已经不斗我了 现在林姐改豆四九九 谢谢老庞的长发 为咱们 Coco而留 送了一个恶魔头饰 祝你今天晚上就被Coco带上一个恶魔头饰 嗯 嗯 你只是 没有 再 再就行 我以为苏苏跟小江又出去玩 又去找其他的小偶像不理我了 谢谢老 坏人送了一个糖果 祝你今天晚上就梦到咱们小熊 拿一把糖果砸死你 你看起来很好豆吗 其实我也觉得我看起来不好豆 但是林姐之前就是喜欢豆我 所以 谢谢四九九 替我背锅 嗯 晚安 火花 今天怎么睡那么早 好像也不早 你们在培养感情 真好 真甜呀 就是 你是那种人吗 你最好不要是那种人 刚刚就是小江说他去一楼那 把我吓一大跳 酥酥 你们一直在蹲我的直播 你最好是小江 你最好是在蹲我 你看起来其实我就觉得很寒冷 我哪里寒啊 我到底哪里寒啊 你们总说我寒冷 我明明是一个机智的人 不打算要连麦 玩一玩吗 连谁呀 我看一眼 就是说现在连妈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万圣节的那个活动吗 还有吗 你跟我说 苏苏苏昨天还沉浸在小一楼那里 真的假的 苏苏 真的假的 不是说泰州人不骗泰州人吗 没爱了 连灵加一道歉 不然他等会儿 等我来揍你了 好的 那我来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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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在大jourd' claiming 在大雨中 我是温暖 吃 declive 那就流营 老大概 也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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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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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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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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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阿文 你是想要一个姐姐 还是想要一个妹妹 你不要给林佳怡教话 我比林佳怡更坏 你真的被脏了 你真的没看一流 你最好是素素 你最好不要相信我 素素你的一流直问 小姜确实是有被你伤心到了 小姜 现在很伤心 你都不要 我不相信阿文 就是实话实说吧 之前我的直播间也有朋友说 他都不要 后来就妥协了 不 江苏CB更甜 你已经要打胰岛素了 我觉得我也需要打胰岛素了 吃糖 很甜 你今天去睡了 拜拜 祈祥 晚安 好梦哦 也不要哥哥弟弟 那你是不婚主义吗 那你这一点 非常像咱们的林姐 她也是不婚主义 你看林佳怡了 怎么样 你厉害吗 哇 你好厉害哦 怎么样 你好厉害呀 那又怎么样 请我了好人 小姜 你还是回来了 你回来干嘛 请我原罗 你回来干嘛 你去看一流吧 你要看小熊 嗯 你生气了 小姜再见 我需要 我需要江苏CP 就是跟我说对不起 我需要你们跟我道歧 你们玩弄我 这是谁上的歌 好霸气 那姐 YYDS 她这个唱歌 对不起 小姜波波 你只喜欢我 真的吗 小姜 真的吗 你最好不要玩弄我 这家伙 好家伙 这算是B1了吗 这是不被允许的 你们没有B1吧 对不起 别听小姜 乱说 我知道你们在玩弄我 我知道 电话打完了 弄我还得写 嗯 言情戏感觉了 你给你哭 原罗要不要就是说 给你 把你跟咱们的老坏人 也组个CP 也不是不婚主义 CP现在你也不想搞 阿文你多大呀 我可以了解一下 你的户口吗 就是说 你想哭 你把作业寄给我 我帮你写啊 原罗 顶着另一个小姜的头像 说这句话是不对的 顶着谁的头像 说这句话 说什么话了 老坏人 你刚刚说这句话 我怎么没有听懂 嗯 顶着另一个小姜 哦 我懂你意思了 就是说 咱们小姜 顶着奶奶的头像 说最喜欢小熊 顶着奶奶的头像 说最喜欢小熊 嗯 真的是非常的搞笑 不了不了 其实是顺风 也来不及了 没关系的 你可以给我的 我今天晚上 就给你创造一个奇迹 然后明天坐飞机 直接传送给你 谢谢老坏人 送了一个恶魔头 是祝你今天晚上 就被担问可爱的小熊 嗯 杀掉 暗杀掉 小熊表示 我喜欢被你们玩弄 只要你们填我就够 496你说的很对 我可以被你们玩弄 但是你们只要填我就行 你好呀 123456帖子 你终于来了 最近直播间都见不到你 看着你的头像 你觉得你能磕下一队了 老坏人 你别乱磕好吗 还有23个小时外加18分钟 就是说 你现在坐飞机 把它送到家庆路 我现在赶到家庆路 去帮你写个页 太忙了最近 你最近在干嘛呀 你最近是工作很忙吗 谢谢咱们123456帖子 送的11个荧光棒 祝你 祝小熊今天晚上 就拿着11个大扇 去敲你的头 工作忙 你觉得小熊和林嘉一 可以磕起来 看到你在磕得对 你别乱磕老坏人 工作忙 那你是不是说 你过年才能 过年之后才能 轻松一丢丢 你没有顶着别人头像 所以你是认真的 好的苏苏 我知道 你要去跟苏苏 换一个琴头 赶快去换吧 好让我赶快磕起来 搞资料太忙了 年底会走 加油加油 123456帖子 加油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加油 你在忙什么工作啊 12346 感觉你真的很忙呀 谢谢老庞的长发 会抠口而留 送的一个恶魔头饰 祝你 明年的万圣节 也能被咱们的 抠口 狠狠的带上恶魔头饰 为什么直播间 开始相亲 就是你最近不在 就是我的直播间 已经凑成了两对CP 小熊我本人 非常的自信 想凑CP的就来找我 你觉得160 加1小熊 小5 可以来个四角恋 那你把这么小鱼 放在哪里请问 你把小鱼放在哪里 这我就不高兴 可以加个小鱼吗 对啊 你把小鱼放在哪里 四个人的夜叠 才是有意思 四个人的夜叠 怎么跳 你可以教我吗 小熊林 加0加1 是叫小熊子怡 还是0加1 啊这 阿文 这确实是一个好问题 不过我跟 王一柳 组的话 就是熊子怡 你考古的 说过 哦对 哦对 我说过你这个考古 职业非常的 非常的赚钱 加油 123456帖子 不要兔头 不要兔头 可以叫万一 你敢名吗 叫熊 自信 你敢名吗 圆罗 你叫圆罗笨蛋 多好 圆罗是傻瓜 敢作业版 这个多好 那个文物修复的姐妹 都不见 文物修复的 那个姐妹 你说的是Loki 还是说的是 那个 说的是 集团宝贝啊 我都已经忘记了 就是说 谢谢123456帖子 送了20个荧光棒 祝你今天晚上 就被小熊 拿着20个荧光棒 打你的头 就是说你们 就是文物修复的 那个帖子 最近不来找我玩 我都忘记了 有点想念 你学音乐都兔头了 学音乐都能兔头 那咱们就是学文物修复的 123456帖子 不得就是头已经 秃到 秃到 秃到那什么 很夸张的地方 地步 123456帖子 你秃了吗 正经的知识又增加了 哇哦 你要去求助万能的某宝 你别求助某宝 你去求助小熊嘛 好厉害的 你竟然就听到 小熊怼粉丝 你想被我怼 忙一套一夜 很喜欢对粉丝 赶快转推 再见 原罗 出去 好漂亮 这是谁家的小孩 这是 咱们小能家的小孩 晚上好长河 你今天来看公演了吗 你还好 今天不见 小熊又漂亮好了 真好 希望可以越来越漂亮 凸了也变强了 确实 小江要假发吗 小江 苏苏 你要不要假发 你给 你给买 就是兔头的粉丝 可以找我 我帮你们买 不了不了 摄影方面 你觉得你还是有点难搞 你以后来加速路 拍我们的时候 我看看你的照片 让你感觉一下 你多厉害 还是多差 给你买 没有加班人 加班魂 加油 长河 你在打什么工 我知道你在打那什么工 加油 待会下班了 给自己买一杯 提神起脑的 起脑的咖啡 小熊不演你 小熊很甜的 小琪 你是谁 你怎么说 小熊不演你 我怎么可能不演别人 只要是个 只要是 进我直播间的人 我都会演你们 就是说 波波 小熊 你不吐头 你也不吐头 江苏TTL 有你人像摄影 全戏全戏全脸 五相写 怎么了 小琪 你今天就是 今天你才是 真正的憨憨 你比我憨多了 你才是最憨的 你今天就是 加速路最憨的憨憨 今天刷马尾可爱 你好老板 你今天我感觉好久不见了 你不信林杰一定是图头 林杰你可以发张自己不图的照片 发在咱们的超话 证明给四九九看 有空去拍你的反图哦 好的 看你的镜头 小江你也在拍摄 小江你也在拍摄位坐过吗 小江多拍一点 你哪有 是你自己进来找了一圈 我早就看到你了 是小路喊了你 喊了你一声 我才又转过去这样看你一眼 就是为了多看你一眼 幸亏咱们的小路喊了你一声妈妈 可以让我多看你一眼 你来了小小路 松小路你来了 今天晚上你怎么来了 松小路 你才是怂怂 小江拍了四镜花 你当然不秃头 你没这烦恼 哎 我也没有这个烦恼 就是说 做过好多次专门买了单饭 我也买了个单饭 以后我也要坐在拍摄位 然后拍别人 酥酥啵啵 笑死 你没有喊 你只是想说 这是妈妈给你的冰的 不管 不管你说什么 你都是怂小路 你都很怂 这样 今天这么晚睡 灵界一定吐 阿珠 你要去洗澡 太累了 明天随人起 小圆晚安 晚安 一二三 做个好梦哦 晚安 结果被喷卡住 被喷卡住了 好像去妈妈就停了 谢谢 一二三四六 帖子送了一个糖果 祝你今天晚上 就能吃到一个 甜甜的小熊 送给你的糖果 谢谢一二三四六 帖子送了一个 恶魔头饰 祝你今天晚上 就能做了 做到鬼梦 然后被小熊 带上一个恶魔头饰 拜拜 结果被喷卡住了 妈妈就停了 被喷卡住是什么 拜拜 晚安 你要不是昨天 看S队 扣的嗓子哑叫 要不然 你就自己送了 原来你是 嗓子哑叫了 那小鹿不是说 今天他嗓子也哑叫了吗 你们昨天是一起在 看S队的公演的时候 把嗓子喷 哑叫了吗 打错词 被人 被人卡住 哦 原来是这样 感觉今天 咱们小鹿 就是说话的时候 有点 有点就是 感觉你生病了的感觉 四九九小熊有直播才晚睡 不然 小熊 不直播 你十就睡了 灵介真是个好人 灵介其实十点也 算晚睡 你们好喜欢护队啊 四九九跟银介 你们好甜呀 就是我不可以在 不可以在 咱们王哈不在的时候 乱磕其他cp 你一直这样 你没哑 我感觉 我还以为你今天哑了 那就是听你说话 有点 有点 没力气的感觉 你还好吧小鹿 你吓得试试露齿笑 我就不 你管我怎么笑 我就不露齿 你管我怎么笑 去剧场不含 你还咋的都对不起剧场 阿文你来过剧场吗 咋没 你只是在学我 嗯 我说话的时候 哪像你那个样子 你那个样子更夸张一点 你今天早上已经失声了 哦 难怪刚刚接下班的时候 感觉你 感觉咱们的小旗 也说不出话了 你和灵介是兄弟 啊 这 好吧 你们看起来 其实像一对兄弟 攒钱过两 过多一两年再去 那你是哪里的 你是不是要攒 你的飞机票钱 还有看剧 看公园的钱 你磕你和C99 你就不出现 我不磕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有什么好磕的 你们两个不是兄弟 咋不磕自己的CP 我什么CP 老坏人 我帮你直接跟元朗 就是说凑一对吧 我感觉你们两个挺配的 你觉得呢 专注自家 苏苏你还在吗 你一不说话 我就感觉 你去看其他小小 小苏苏苏 怎么小姜可是一直在呢 你在 还没睡呢 小航家 你最近怎么才 你最近怎么 就是不出现了 在你不出现的时候 我已经凑成了 第二对CP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我知道不可能 你是马来西亚的拒绝 就疫情比较严重 加上不是很够前 你也是马来西亚的拒绝 丙界也是马来西亚的拒绝 好巧 阿文好巧 你真的在 你要相信我 好吧 我就先相信你吧 他回的慢 小熊要注意他 苏苏我就暂时先相信你 苏苏说不定 两个手机一边看你 一边答应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苏苏肯定只看我一个人 还有其他小小 对不对 苏苏 小熊加一了 小熊加零加一 小熊加小鱼 干嘛呀 苏苏九 是不是偷偷溜出去 在吗 你知道的 你补课 加油小行加 加油 今晚你就 你的头上就能 多长出两颗 两根头发来 就是说 你不要太累哦 就是说 还是说 你不在 你昨天不在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 磕你跟冰棍 我不懂为什么 他们已经磕起 你跟冰棍了 你真的不看别人 那请问苏苏 你看我之前 你磕哪个CP 我不是 你磕哪个小小 我不是 你追哪个小小 就是说 你打一个问号 他们昨天 就是磕你跟冰棍 因为昨天冰棍太惨了 直播间就是 凑成了一对新CP 就是咱们的 江苏CP 咱们的秃头小江和 宇宙无敌的奇苏 他们真的就是 像499跟王哈哈那样 组成了真正的CP了 然后冰棍就在那里 骂骂咧咧的 就是说自己很惨 然后就是说 最后变成 变成 变成冰棍跟你凑随皮了 助教不是万能庄 但是冰棍就是说 他愿意跟你凑随皮 你怎么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小行家 你知道 但你不说 你不说 小行家和冰棍蛮不错的 嗯 这 苏苏你可以告诉我呀 就是说 咱们不是说要坦诚相见吗 你翻牌跟我说 好的 就是小江 我看到你的翻牌了 我晚上 待会下播就回你 你也磕这一对 那俩不是要单身八年吗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他们磕你们两个 就是说他们希望你们八年之后在一起 然后林介说 他也愿意陪我单身八年 但是林介是不婚主义 所以就只剩下小行家跟冰棍 他们磕你 你和小江一起磕 戴上我 小熊有了新的磕堂工具 已经不需要你吗 我怎么可能不需要你跟娃哈哈 我好想念娃哈哈 跟你一起在我直播间的日子 哇他最近已经很久没有来过了 怎么了元罗 干嘛 粉丝CP大乱顿 阿文我知道你羡慕就是 你很羡慕 诶怎么你一出现 咱们林介就不出现了 就是说林介也是 马来西亚的粉丝 之前还有一个叫 马来西亚的秀 怎么那么多马来西亚的粉丝 林介可能会孤独 等待会儿林介来了 阿文跟林介认识一下吧 某某这次帮不了你 杜劫了 你把作业发给我 我来帮你啊 让我不是说了吗 我可以帮你 你是小熊心里的狙剧 好的小江 有空就要来看我们公演 小江 带上苏苏一起 不带上苏苏 你不可以来 可能来的时机不对吧 确实刚刚 刚林介一直在 他是不是去其他小偶像那转 你昨天在 今天 他是真的不舒服 难受 小熊竟然让 好吧 林介你来了 就是说 咱们的阿文也是马来西亚人 你们可以交流一下 你们是 在马来西亚的这边 还是这边 还是说你们俩都在同意 你也想看公演 非常期待 双十一的公演 感觉很好看 感觉非常好看 感觉小行家最近真的很忙的样子 就是说你赶快闲下来吧 然后赶快就是学校不风笑 可以来看公演 给小熊省点头发 头发很多 你把作业系过来 我肯定帮你写 就是说 肯定帮你写 嗨 林介阿文跟你打招呼 他说嗨 林介小熊要给你拉娘了 你要小心 不是 我没有给他拉娘 我只是想让他们就是 认识一下 毕竟都是 马来西亚人 你一直都在 你是不出现而已 那那 那阿文都跟你说嗨了 你要不要跟他回个嗨 你只是会越来越猛 好吧 怎么办 怎么办 那你今天当屏幕超飞了吗 你看 屏幕上的公演了吗 咱们的小行家 毕业了之后 会不会就轻松一点哦 嗯 那小江别去了 阿正 多十分钟 多十分钟要去睡了 马来西亚的希望你一直在我的直播间吗 看吧 已经三个人在我的 三个马来西亚人在我的直播间 一点了 今晚几点 话都一点了 那就再播 播到 播到老坏人先走 我在下 工作了不是个忙吗 那你工作是准备留在东北工作吗 还是说来咱们的上海公主 看啊小 小江等你 你和你一起去 好的伯伯 江苏太甜了 你走了再见 你走了我也不下播 你走了我也不下播 林静河和阿文给你去私聊了 嗯 还有马来西亚的修 就是说我现在直播间有三个马来西亚人 就是说我现在直播间有三个马来西亚人 你来了小饼 你明天不是要上班吗 怎么还不睡觉 你明天上班吗 请 你没私聊 上 你抬眼一看 发现你手机又快没电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每次看我直播间 为什么手机都没电了 什么意思 是说我的直播间耗你的电吗 请问一下 请两个正常三个刺激 三个可以跳夜景了 马上睡 晚安 晚安小饼 林家一下了 你有家 你有五家可归了 那你也下班 老坏人 再见 那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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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下了 就是说 再见老坏人 祝你送的这一个恶魔同事 可以晚上 变成一个真正的鬼来下你 祝你今天晚上 梦到一个女鬼 不是梦到 就是看到一个女鬼 站在你的窗边 看小饼是在给她充电的 小饼家你好甜 就是说 你没有CP 你也很甜 太谢谢你了 应该 应该说口袋耗电 你们听到就是口袋 打开口袋的时候 那声饱了吗 你们听到 有人感到害怕吗 再说 再播一会 再让你们撒点糖 对吗 这样是CP 拜拜 小饼 你要睡觉 就是说晚安 晚安 拜拜 433 好吧 就是说今天 今天我打开 我的闹钟铃声的时候 已经 已经被我的闹钟给吓到了 然后打开口袋的时候 又被吓了一大跳 感觉心脏不太好了 已经 你把启动音关掉了 我今天那个心脏 差一点 就是说差一点 就直接 把我给送走了 差一点今天就不能公咬 你可以播到两点之后 反正你都是三四点睡觉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五六点睡觉的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通宵睡觉的 通宵不睡的 口袋卡巴格 听一次 听了一两次 就没出现过卡片 其实我 其实我打开口就是 这么长时间 我是第一次听到 也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次听到 你能想象 你蹲在马桶边上 边吐你 边吐看你直播的场景 你不要这样四舅舅 你不要就是说 边吐别看我的直播 你这样会让我感到 为什么 因为之前 有次差点射死了 哦好吧 是怎么个射死 明天排练吗 我刚刚看到他们群里 有人一直在那 发信息 我也不知道排不排练 但是说 7号之后都要排练 7号之后 好像每天都要排练 你老是这么晚 睡会加速出来吧 我没有 我也就直播的时候 不是 我也就公演的时候 会比较晚睡 其他时间其实 都很正常的睡觉 也就两点钟 两三点睡吧 平常 平常都是 两点钟睡觉 除了公演 你们信我 你在秦房打开口袋 一声宝给你送走 我今天就是在床上睡觉 打开口袋一声宝 给我送走 开平声的时候 开平的 有开平声的时候 点开口袋 之前都得检查一遍 手机声音关没关 这样子好难受啊 这样子我都不敢 就是随意的打开口袋了 万一我在 万一我在那个什么公共场合 或者是地铁上 突然来一声宝 那我不得 那我不得 就真的把我给送走了 就是说 这就需要 谢天一来 科普一下 熬夜的危害了 光之美少女 你离 请问你是谢天一的粉丝吗 嗯 那就这样吧 早睡早期才有好身体 晚安老汉人 晚安 还有几日开到刘丽菲的开平的 那刘丽菲的开平也是一声宝吗 脆沙吧 脆沙是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没有听懂 什么是脆沙 想要家你今天晚上要熬夜吗 还是说你大会儿要睡觉了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睡 晚上好 灵溪怎么才来 这个美丽的夜晚 你怎么才来 你下播我就睡了 那你是希望我早点下播 还是说 今天晚上通宵直播 小熊晚安 明天你还得早起 并且忙一天 今天心情特别开心 为什么今天心情特别开心 长河 为什么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然后再睡 啦啦咖啡品是你穿哪 你小哥 刚看你的前辈直播 哪个前辈 明天还六点半呢 好吧 今天六点半 我怕你承受不住我 睡觉去了 拜拜小琪晚安 还有几十个 我真是不用扎起 要抢了 小熊家你是大三还是大四来着 你有跟我讲过你大三还是大四 我都不了解你小熊家 你是没有跟我讲过 醒了 怎么才醒这个点 谁来了 谁来了 什么谁来了 狼来了 开心的原因有个粉丝 打电话给你表白了对小熊的爱 好变态呀感觉 好变态 为什么要跟你打电话表达对我的爱 好变态 不会是灵溪吧 你猜 你说你比我小 你说你比我小 我猜你大三 我猜你大三 你没发什么 你只是想潜水安 好吧 我希望你跟自己一起可以活跃在我的直播间 为什么不直接给小熊表达 就是说 我猜那个给咱们 常和表达的人是灵溪 人家是个姐姐 姐姐爱你你怕了吗 我该害怕还是不该害怕 你这样子说的我确实有点害怕了 但是说 请问这个姐姐是咱们直播间里的人吗 还是说只是你认识的人 为什么害怕姐姐 我不害怕姐姐 但是常和说的感觉有点感觉害怕 让我感到害怕 你最喜欢姐姐 女性真的是男生 我不相信 我之前点过你的头像 你不就是个女生吗 除非这个头像是你的女朋友 现在 你现在在熊子一四八四十八中的人说 变发丰富了是吧 想家里多大 你大三 你大三还是大四还是大一啊 你告诉我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竟然对我的助教不够了解 这是我今天晚上最无欲的一件事情 我现在忘记了 我竟然根本就不知道 你也是喜欢姐姐 你太迟了直播 现在已经没动力了 嗯怎么办呢 我们十二点才到了中心 就是说 哇哦 晚安各位朋友们 你要去睡觉了 拜拜 马来西安她说 你幼儿园 你跟饼干都幼儿园 你忘了 你最好就是跟我实话 实话 你最好告诉我你多大 就是上次你说黑黑蝉是高中生 你说对了 我以为她是大学生 所以小黄家 你到底是大一还是大二 还是大三还是大四 你最喜欢叫齐苏的姐姐 苏苏你还在吗 你在 小江你好花心 就是有人 就是说有人不喜欢你姐姐吗 就是请问 请问长河你是已经走了吗 还是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姐姐是我的 拒绝粉丝 还是说只是你的朋友 你这样说一个姐姐 我会感到害怕 你超级喜欢姐姐 但是小江 苏苏是不是 苏苏 小江你是03的 对吧 苏苏是01的 哦 对 你喜欢妹妹 所以你喜欢小江 苏苏你昨天不是在我的直播间 CVD的一个姐姐貌集的 我不是记得昨天 苏苏在 先是CVD的一个姐姐吗 教学姐姐就是最佳 哈哈哈 嗯 哼 你也想要去姐姐吗 阿温 好小哦大家 你觉得03小 你觉得01跟03的小 那你多大 你不是00的吧 小商家 你多大吗 小商家 不体面是差吗 你到底多大吗 小商家 你告诉我 会怎么样 必男友谈面上手 不笑了 我已经笑 笑吐了 可是我看到 这个江苏当场避疫 我就好想笑 不知道为什么 我开玩笑的 小江你别当真 别当真 别当真 看看就好 不配拥有 没关系的阿温 就是说 阿温你多大 可以告诉我 阿温你多大吗 我立刻帮你找个姐姐 我现在已经 对大家的年龄 已经说是 非常的了解了 只要你告诉我 你多大 我立马能帮你 匹配个姐姐 15 那直播间的 大家都可以做你的姐姐 我觉得 你是最小的 好家伙 我吃年 你太小了吧 救命啊 感觉跟你的年龄 有红沟 我感觉跟我的年龄 也有红沟 我在大你五岁 我在大你四岁 就已经 大你十岁了 就是说 感到害怕 就是说 一个 一个不大 就是说 一个非常的小 确实啊 阿温 你喜欢哪个姐姐 你就小行家 不行 小行家得 单身八年 你觉得 冰棍怎么样 那个阿温 你昨天是不是 没有来我的直播间 就是说 15岁 别碎碧滴滴 书中 自由言如语 好吧 小龙老师就是说 做一个正直的人 就是说 咱们阿温 你还是 等你长到了18岁 再来让我帮你碎碧滴滴吧 也就是三年的事情 可以吗 阿温 你今天第一次来 你好 欢迎你 就是说 三年之后 我一定帮你嘴比嘴 你小三岁 小江是不是 不理 不理你了 小江要是 不理你了 就是小江的错 小江你真的走了吗 小江我开玩笑的 他说的是 姐姐和妹妹都可以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谁让你刚刚小江 就是在这玩弄我呢 我也就反玩你 说对 这是 这只是说明 会部的工作 有些成效 小江你可不要怕别人爱哦 你可以告诉我是哪位粉丝吗 你有本事就是说 爆出他的ID吗 你敢吗 敢吗 常喝 不要再笑了 不要再笑了 现在有动力了 因为有薯片吃 你喜欢吃什么味道的薯片林杰 已经比你小十岁了 你二十五了林夕 那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吗 你在 你在就好 你别生气 没关系 你是妹妹 没人爱你 苏苏今天晚上要给咱们小江 更多的爱哦 你懂的 爱这个字 尽管多说 鼓励大家多说 那常河到底是谁吗 你们就是 就是说 蒙 蒙住我都不告诉我是谁 小玩家都不告诉我 你多大 亲手组 亲手组的 亲手拆 就是 小玩家你都不知道 昨天我们的CP间多火 昨天我们的CP间 哦什么CP间 就是直播间的CP们 他们 都 都已经飞起来了 你懂吗 那种夸张 都已经是飞起来了 小球是千古罪人 男生 头像是女朋友 什么 你有女朋友 竟然还在我们的直播间 看大家 不对 你很 你很闲 哦为什么 为什么 CP还是随缘吧 认识的GG 大多数 都是挺聊天来的姐姐 那 阿文等你就是 三年之后 我必定帮你匹配一个 像江苏 还有 嗯 起庄果冬那样 甜蜜的CP 必然的 不用抱 这样的粉丝太多了 爱小熊都太多了 请问长河你爱小熊吗 对 对 又得被恶心到了 对不起 就是说 我刚刚被自己说的话 恶心到了 对不起 晚安 再不睡 明天吃药了 拜拜 长河 太美的承诺 因为太年轻 我刚刚就是说 被自己恶心到了 你们应该没有听到我刚刚说的那句话 阳葱味 嗯 好吧 好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原味的 以前你的属性 你也不知道 三年后 还在不在 我相信你就是说 一直关注小熊的话 然后 希望从小熊这里 得到一个CP的话 你就会一直关注 咱们的河 小熊你爱我 小熊我爱你 只爱你 我不想笑了 你看苏苏得哄一醒 不用 嗯 CB CB健克制 不吃药丸 是药丸味 嗯 好吧 这个味道真的很香 你确定就是说 洋葱味的东西会很香吗 我不相信 还是说我看错了 这个就是洋葱的意思吧 还是说我看错了 我不敢相信 你喜欢洋葱味的东西 嗯 对 我爱小熊早起上班吧 拜拜的一期 直男好像不适合 在这个直播间生存 不要走 小老人家 你告诉我 你多大 我就帮你走 谢谢啊 我送了一个秋天的奶茶 住三年之后 就有一个好姐姐 在秋天的 立秋的第一天 就送你一杯热奶茶 大家的爱好热烈 小航家 你告诉我 尽管都说 鼓励大家都说 晚安 长哥你真的好憨憨呀 就是说 你真的好憨憨 拜拜 长哥 看你的直播 抱着马桶吐 这正常吗 这应该是正常的 我觉得 应该很正常 没关系的 499 鼓励你 就是说 经常看我的直播图 你看小航家 不太直 我都知道你生日了 还要知道年份 我当然要知道 你的年份了 我当然要知道 就是说 你比我想多少 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坦诚相见 可以直接报 身份证号了 不用报身份证号 只要告诉你 99前面的几个数字 就可以了 请问你前面是 9开头 99前面是 请问你是 你是00后吗 小航家 我还不知道 你是不是00后呢 没想到 我对助教 是最不了解的 我现在一些 个大 大懵的状态 等一下你拍照片 发抄话给你看 好吧 好的 看你直播 可以吐 可以 但是吐 大哥不必 你想吐就吐吗 499 我不阻碍你吐的 你想怎么吐怎么吐 小航家对我 还是有一些个隐瞒 你觉得我 你多大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认真的人 很细腻的人 就是说 我觉得你应该是 你要么就是 年龄比我大 你要么就是 心里比我成熟 可以这样说吗 你右眼下面 有什么东西 亮晶晶的 这是左眼 这是左眼 这是左边的眼睛 是 加了一个闪片 喜欢吗 可以推荐你同款 我觉得小航家 应该是 我觉得 我觉得你 我觉得你看起来 不像比我小 但是你说你比我小 那我就猜你是 01年的 应该也不会 比我小很多吧 小航家 你是01的吧 不要脏你 刚脏你什么了 小航家 你觉得小航家 今年80了 80了 这样一说 右边的眼影 有点重 你今天是第三个 说我眼睛有问题的人 我真的是吐了 我真的是吐了 前面之前 有两个男的 说我眼睛有问题 一个说我眼睛有问题 一个说我眼影有问题 我真的是 眼影中一些 在台上可以 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真的要吐了 专容不影响 就是 他们都是直男 不懂心少 所以小航家 你不要就是 不要就是 说什么逃避话题 你到底多大 你是喝 喝酒味疼吐 又不是因为 你的直播间 我知道 四舅舅 我知道哦 谢谢无成建商 送的一个恶魔头饰 祝你今天晚上 做梦的时候 就梦到小熊 给你戴上一个 恶魔头饰 确实镜头吃妆 对啊 就是镜头吃妆 我感觉 其实我画的 也不是很浓的 你1901 原来你是01年的妹妹呀 不是01年的 朋友啊 知道了小航家 感觉就是说 我们之间 更亲近了一些 嗯 苏苏说 苏苏说 你去看别的小小 她什么时候说 她刚刚在上面说了吗 苏苏你还在吗 请问你在 还好连你打车回来 解酒的酸奶都吐出来了 就是我妈妈她们 就是喝酒之前 就是都会先喝酸奶 好像是氧味 还是什么 好像不是为了解酒 是因为是为了氧味 好看就对啊 小小你什么 谢谢苏苏 谢谢你 嗯 今年110大寿 活到这么久 感觉好了 120 到底是多少大寿 希望小航家 真的可以活到120 110大寿 可以吃鞋吗 110大寿 可以吃鞋吧 希望小航家 就是你110大寿的时候 可以邀请我去吃鞋 小熊长大了 你的心里 嗯 就是说 江苏 江苏CP 不用这么甜 她插话了 好吧 我待会下播就去看看 我现在看一看 但是我手机去了 哎 我的手机呢 手机不见了 不重要 你去看看 我也想看看 但是我的手机不知道去哪 不能活到 退休就好了 嗯 就是说 非常期待跟小航家 在剧场见面的那天 找到我的手机 就在我的手上 就是说 是一个大奔担 非常期待 跟小航家 在剧场见面 我感觉 我越来越对 小航家感兴趣 它就是一个非常神秘 却让我感到 有兴趣的 这个薯片 我感觉在哪儿见过 啊 看起来好好吃啊 说实话 确实好像 很好吃的样子 我也想吃薯片 我也想吃薯片了 我刚刚在楼底下 夹了一个大肉丸 夹了三个 三个大排骨 吃掉了 就是说今天一天都没吃 然后刚刚吃得非常开心 那你去 那你去 必不让我知道 你这就没有意思了 小航家 就是说 咱们 昨天直播间的人 都说 来的时候 一定会让我知道 他们是谁 他们都说会 当面告诉我 他们的ID名 你怎么 就你一个人 不愿意告诉我 不是很懂 你想看苏苏吗 就是说 我想看苏苏呀 牛奶好像是 可以在 为形成一个保护墙 隔离开其他物质 未必的接触 阿文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你15岁 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 请问你怎么15岁 就已经了解这个东西 你看过咯 我也看过咯 也不知道 有没有记错 你怎么知道的 这薯片的包装 很绿 林介 499讽刺你 你刚刚吃了薯片 我刚刚吃了很多肉 酸奶有那个效果吗 好像有 反正是 反正我 家长他们 喝酒之前 都会喝酸奶 好像这是为了养胃 不要空腹喝酒就行 希望直播间的各位 不要空腹喝酒 然后喝了酒之后 不要吃头包 酸奶本来就是酸性 哦 就是刷某 某鹰看过胃痛 可以喝牛奶 啊是这样子 没事 你看着 好的 林介 就是不要感到难受 喝到胃痛 还是不必要 你们好像都喜欢喝酒的样子 不要吃槟榔 喝酒不能吃槟榔 槟榔是什么味道 还没吃过 小姜听见了吗 少喝酒 小姜也喝酒 你从来不喝酒 酸苏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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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会无意的 我可能得等一下 我刚刚是没有看到他们发动什么 等一下 他们都下了 那我差不多就可以下 胃痛和紧急 你觉得胃痛和紧急 就 胃痛和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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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痛和紧急就有人喝一喝呢 你第一次吃这个 然后晚上就喝酒了 你直接吐了 这 冰王什么口味 你管不了家人不听你的 就是说 苏苏你要听小姜的话呀 物食毒性物质 可以喝牛奶来装饭 是这样子啊 雄龙你好懂 虽然但是你一常喝酒 就是有点不乖 不可以不可以 明晚上喝酒会特别精神 效果堪比咖啡 我之前就是说排练的时候 就是排表演排练的时候 我的同学们会喝酒 他们说这样子会更加的就是 有激情 虽然说 每次都会闻到他们上的酒味 很难受 你听我的 谢谢小姜送了七个巧克力 祝你跟酥酥甜甜又蜜蜜 冰王听说好像是苦的 我不知道耶 感觉是湖南人 湖南人喜欢吃冰王吧 冰王第一次吃会胸嫩很难受 不知道 听你的你以后都挺 真甜 你能开启玩笑就能 你就能没事 偶尔小卓在东北多少喝点 东北喝酒是不是会暖和一些 长时间精神 高度手 高度紧绷手会抖 那得是心脏有问题时候才会抖 为什么我的房间有点冷呢 开了空调吗 为什么我感觉到凉风 我没开空调 为什么会有冷风啊 那小熊甜会暖一点 谢谢你 我回来了 你不喜欢喝酒 我也不喜欢 你念夏大雪了真不想出门 好羡慕东北夏大雪 好羡慕 我也想去夏大雪的东北走一走 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东北玩 就是说真的很羡慕 夏大雪的东北 因为你现在就已经手抖了三十个小时 超长待机 你这才五个小时 助你就是说 你可以直接跟老师说你手抖了 然后就是手已经写不了字 就跟直接跟老师讲 然后老师就会说没关系 那你就不用写作业了 等你放寒假就可以回家了 日常想家 我也日常想家 可以 你会喝酒 如果有空拿相机出去拍照 就发给你看看 好好羡慕 就是真的很羡慕 就是夏雪的北方 东北冷死就要别去 可是我们去 我想去玩玩看 还要熬夜一天多 一个小时才能解决要人命的乐文 都说了 你直接寄到家中 我给我玩 我来帮你写不就行了吗 有了你好烦 再见 夏雪超级好看的呀 对啊 我也觉得夏雪超级好看 就是说南方太不容易下雪 喝酒的话 如果活酒 活酒也挺不错的 甜甜的 阿文你才15岁你就喝酒了吗 这可不幸喝酒啊 阿文不可以 下雪一起出去压马路 超级浪漫 希望今天 希望今年江苏CP可以 就是在下雪天一起出去压马路 寄给你还是算了 最不可看而讲 没关系的 寄给我 哎呀五秒今天 刚才谁的 谁的B站 吓了我一大跳 一两来喊我了 我来喽 吃鸡过鸡 好的现在就走吗 我来喽 就是说你想入镜 一夜六来喽 大家好 这个圆落 他们说圆落在你的 在你的直播间很乖 很乖 他一来我的直播间 就像个有病的人士 他很活泼 好的我来了 再见了大家 我要走 都跟社友在宿舍自己调酒 你好有情调啊 小行家 小行家 就是他们现在开始谈文球的酒 虽然说我不是很懂 你以前145岁就喝酒什么东西 晚安 拜拜 你就是给你自爆了 人落别装了 你不是什么好人 我知道 拜拜 别吃伤了 知道小行家 就是你别太辛苦了 小行家 感觉你最近很累 晚安 苏苏 晚安江苏CP 刚刚小江发了一个东西 我看到了 你最好是 你最好是给我小心一点小江 你不要在我的直播间乱说 小心我让苏苏欺负你小江 我真的看到了 我刚刚就是看到了 然后我没有说出来 但是我很生气小江 再见 你最好是下次直播的时候 跟我道歉 苏苏你今天一定要就是说 跟小江说 以后只能内什么我一个人 再见 你要论文决一死战 再见 发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玩 玩玩玩玩玩玩 underscore 尔倘